沙鹿深坡图书馆是台中首作以电影为主题的特色图书馆 不过因为部分的设施老旧 市府编列了3223万的预算进行建修 历经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在3号正式重新启用了 而深坡图书馆馆内 点藏了千张以上的电影海报以及胶卷电影等等 也打造了台中首作的影音舱 民众来看电影也能够享受专属的个人空间 台中首作以电影为特色的沙鹿深坡图书馆 历经一年修建 在3号正式重新启用 台中市长卢秀燕亲自出席开馆典礼 里面有典藏1627张的海报 35厘米胶卷的电影有24部 电影院的2K雷射放映设备 加上电影图书琳琅满目 馆内有多达数千种的电影相关特藏 是深具电影特色氛围的公共图书馆 不过建物老旧 市府因此编列3000多万修建图书馆 也打造全台中首作试听影音舱 现在阅读内容也有一些影音 比如说电影啦 或者它有一些影片资料等等 所以为了呢 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们 享受到更好的一个乐听服务 所以我们做个人的影音舱 就像个人电影院一样 图书馆焕然一新增加儿童阅览区 小朋友沉浸在书海中享受阅读乐趣 随着图书馆修建完成 也将继续提升海线地区的阅读服务 以及译文气息 这拍信陈世杰台中报道 キビ isso 请不咨诺 请不咨诺